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13号合作遣返了三名 涉嫌在菲律宾绑架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当天发文表示 这次行动再次体现了两国联合打击 藏意于离岸博彩业内的犯罪的决心 使馆还称中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 包括网络博彩 中国公民出境赌博 在境外开设赌场招揽中国公民参赌等 中国驻菲使馆与菲执法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合作 共同打击绑架及其他与离岸博彩相关的犯罪活动 中方将继续加强同菲方的务实执法合作 并且呼吁菲方早日取缔离岸博彩业 以根除相关顽疾